弟兄姐妹 掌职负责人 还有传道 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 我们又来到了安息圣日 神所是福的日志 在我们一个星期劳苦的工作 以及学习之后 按着神的吩咐 按着神的祝福 我们来到了圣所里面 一同来敬拜祂 那安息日不只是在心灵的休息 也让我们身体得到休息 藉由圣经里面的话语 让我们的心得到滋润 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力量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路程当中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也有很多时候 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 对这位主耶稣基督感到怀疑说 主啊 你是真的神吗 你真的与我同在吗 但是感谢主耶稣的是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祂的灵与我们同在 成为最有力的见证 每当我们跪在祂面前祷告的时候 祂的灵就要亲自带领我们 藉由讲台的讯息 藉由传道人 藉由弟兄姐妹的口 我们也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原来 在我们的信仰路程当中 主耶稣基督总是陪着我们走 就如同今天上午 小弟要借由姨玛武师的故事 这一段经节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分享 原来主耶稣一路都陪着我们 我们要先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我们先来看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从一节先看到六七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节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二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四节正在差异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五节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七节说人质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八节他们就回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 和其余的人 十人 十节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渊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十一节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说 就不相信 十二节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戏麻布读在一处 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如果我们回到二十三章来看的时候 记载到了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他们把主耶稣安置在坟墓里面 后来在七日的头一天 有三个妇女就要去坟墓里面 他们带着东西要去见主耶稣 可是呢 他们来到了坟墓之后 突然发现石头滚开了 那以前他们的坟墓 不像我们现在是埋在土里面的 他们是挖了一个洞之后 然后入口会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把它堵起来 可是当他们看到石头滚开了之后 进去一看 主耶稣不见了 当他们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 在五节 两个天使就出现 告诉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 这些事情 主耶稣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之前主耶稣都已经讲过了 三日后主耶稣要复活 难道这样子的讯息 我们都忘记了吗 难道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都忘记了吗 所以后来他们就回去 把这一切的事情 告诉剩下的十一个使徒 还有门徒 可是从十一节 我们就看到 使徒以为他们在胡说 就不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 怎么可能 主耶稣真的会从十里复活吗 那从十二节就看到了 彼得就到坟墓那里去看 真的主耶稣不见了 可是使徒这时候 对妇女所讲的话 感到怀疑 觉得说他们是在骗人 他们是胡说 就不相信了 以至于从十三节之后 就来到了以马五十的故事 我们可以先看到 在十三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 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十 离耶路撒冷月有二十五里 他们边走边谈论这些事情 然后十五节讲到了说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当他们往以马五十去 离开了耶路撒冷 当时耶路撒冷 就是整个信仰的中心 因为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老师不见了 他们的老师死了 所以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跟随主耶稣的使徒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信仰 向来都是跟着主耶稣 主耶稣走到哪里 他们就到哪里 可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 他们的老师看不到了 两个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往以马五十去 他们不知道信仰该怎么办 所以在十五节就讲到说 那时候耶稣亲自和他们同行 但是十六节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既然认不出主耶稣 他们是跟过主耶稣的人 可是主耶稣在他们身边 他们居然认不出来 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了 被他们自己的思虑 被他们自己所怀疑 所不相信的事情阻止了 所以主耶稣在他们身边 他们居然看不出来 他们的信仰一直停留在说 我就是要看到主耶稣 一个活生生的老师 站在我面前 我知道我该往哪里走 他往东走 我就往东走 他往西走 我就往西走 我们看到了这一位老师 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 行了非常多的大能 就如同我们可以先来看到十九节 当他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跟主耶稣说 难道你不知道在耶路撒冷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们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 这么大的事情 你住在耶路撒冷 你不知道吗 十九节就问他们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一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原来一直到这里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了 告诉他们说 这是主耶稣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 他必须要钉在十字架 我们才能够得到恩典 他行了那么多的大能歧视 可是在十九节 他们说主耶稣是一个先知 因为他在神跟人的面前 行歧视有大能力 他们认定主耶稣只是一个先知 那我们眼中的主耶稣 我们心里的主耶稣 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 难道跟这些使徒一样 认定说他只是一个 带着肉体有能力的先知吗 还是我们愿意相信 他就是创造万物 可以随时保护我们 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神呢 我们先来看到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 十三节耶稣到了 该撒利亚费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只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十七节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所以主耶稣问他 问门徒说 当时的人认为主耶稣是谁 那门徒就说了 有人说主耶稣是施洗的约翰 来为他们洗礼 来洗净他们的罪的 那有人说他们是 主耶稣是以利亚 可以行神迹其事的先知 那有人说主耶稣是耶利米 或者是先知其中的一位 那同样的问题 主耶稣如果问我们说 你说我是谁 我们认识主耶稣那么久 我们经由他保险的洗礼 成为他的儿女 在他的大能 在他的大爱里面 度过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认识的主耶稣又会是谁呢 他是天上的神 还是一位先知 他是可以带给我们平安祝福的神 还是仅仅只是一位老师 来教导圣经的道理 所以彼得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的就是要呼召我们 要拣选我们 要让我们得到救赎 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身边去 可是路加福音里面 两个门徒讲到了说 他是个先知 他们跟随过主耶稣 明明就看到他显出了 这么大的生机歧视 主耶稣也不断告诉他们说 他就是神 他要钉在十字架 三天后要复活 他要得胜 他要战胜死亡 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得到生命 这些圣经里面都有讲 可是为什么他们的信 却是这么的愚钝 这么的迟钝 他们相信主耶稣 只因为主耶稣 可以带来神迹启示 我们相信主耶稣 难道只是为了今生 可以得到平安 难道只是为了说 当我生病的时候 主耶稣可以医治我 这么简单吗 那我们相信主耶稣 真正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是为了得到永远的生命 永生的生命 要回到神那里去 要永远与他同在 所以从一马五十的故事里面 这两个门徒第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去省思 他们说主耶稣是先知 那我们说主耶稣是谁呢 在我们的眼里 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会怎么样去形容主耶稣 当我们要向目到朋友 像一个不认识主耶稣的人 来介绍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去向他来介绍 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现在的想法里面 如果要用一句话 要来形容主耶稣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 我们再来回到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来看到二十一节 当主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 没想到门徒从十九节 就一直讲到二十四节 不断地讲 不断地说 把他们所担心的 把他们觉得 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把他们的忧虑全部都讲出来 那从当中我们看到 主耶稣不曾打断他们说 不要再讲了 你们讲那么多做什么 并没有 主耶稣非常的有耐心 慢慢地听他们说这些话 二十一节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门徒心中的主耶稣 原来就是要来解救 以色列民的 因为以色列民从旧约时代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 因为巴兰先知也说到说 我从高山望他们 从小峰看他们 他们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当中 所以以色列民就觉得说 他们是尊贵的一群 救恩只为了以色列民所预备 结果没想到来到了行约之后 从旧约开始 以色列就被许多的国家攻打 到最后灭国 国家都没了 可是他们一直期待着 弥赛亚的来到 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来到了之后 要带领他们再一次的复兴 以色列 因为这是他们从圣经里面 看到的话语说 弥赛亚将要再来到 所以这里他们就讲到说 就是要那个 要来救赎我们以色列民的 要让我们以色列民 再一次可以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上再一次强大起来 尤其当时在信约时代 以色列民收到了 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从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受到了许多的迫害 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 弥赛亚到底来了没有 那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主 到底到了没有 主耶稣降生了 降生在马朝 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他们觉得弥赛亚的来到 应该是非常的尊荣 似有身份 似有地位的 因为他要拯救我们 要带领我们推翻 统治我们的帝国 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得到平安 这是以色列民所需要的 所希望的 所以在21节就讲到说 要来救赎以色列民 可是主耶稣说 他的确是国王 可是他的国度 不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来不是要来拯救以色列民 他来是要来拯救所有的罪人 我们来看到在 约翰福音的18章 约翰福音18章36节 36节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比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在这里比拉多就问到 主耶稣说 你是王吗 主耶稣说 我是王 可是我的国度不在这里 我是要来为真理做见证 那比拉多就问到了说 真理是什么 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道路 他的国不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 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的这一份信仰 只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面 得到平安 得到富足 这样子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主耶稣也来到说 他来到这个世界 要带给这个世界宅祸 他要来拣选我们 但是呢 在这世界不会有平安 他要拯救我们 他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所求的国度 也不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 难道只是为了在今生 得到好处而已吗 如果我们的信仰 只是为了要在今生 得到好处 那其实我们比不信的人 更加的可怜 因为很多外邦人 看我们会觉得 你们的信仰 怎么有那么多的不自由 有那么多的束缚 你们星期六都要聚会 还要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去 这个不能玩 那个也不能做 你们的信仰真的自由吗 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你们都不能去碰触 可是其实我们这样子去想 主耶稣给我们的规范 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 何尝不是一种恩典 何尝不是一种福气 他把我们圈在他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 同流合污 所以星期六不能出去玩 又如何 我们来到了神的家里面 在这里领受到了心灵的灵粮 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宝足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会去夜店 不会去那些场所去玩 那又如何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想起来 就会发现说 原来外邦人所看的 觉得我们不能做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却是一种保护 却是一种祝福 主耶稣要我们去谨言圣行 主耶稣要我们去思考 这些事情真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吗 去做了这些事情 对我们会有任何的帮助吗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了 这位主耶稣基督 只是为了要在今生得到平安 在我生病的时候 祷告主耶稣可以医治我 在我得到困难的时候 祷告主耶稣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就满足了 那这样子这样的信仰 难道不会觉得 那永远的生命呢 我们永远的生命 有考虑到这一点吗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看 外面的许多的宗教 他们也有永生的概念 所以他们会想说 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来急功的 这样子当我来生了之后 我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不要成为牲畜 我要再次投胎为人 所以他们知道 人的生命结束了 不是就没有了 就如同在传道书三章的死期节 我们来看到传道书三章 我们来看到传道书三章二十节 三章二十节都归一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的呢 我们再来看到九节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 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寝宗受精炼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缠透 从传道书三章里面 我们读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灵魂要往上升 要回到世灵的神那里去 那从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 原来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所以人与生俱来 就懂得去寻找神 即使今天这个人没有信仰 可是真的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呼求说 天啊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神把他的灵放在人的心里 当神照耀当的时候 在鼻孔吹了一口气 神的灵就在人当中 所以人本来就知道有神的存在 人本来就会去追寻神 因为神本来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的生命不止只是今生而已 还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来生 我们的永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往以马五师的这两位门徒 他们看到主耶稣 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先知 所以当先知的生命结束了之后 他们的老师没有了 他们的信仰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没有人可以再去追寻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 只是定睛在世界上面的物质 我今天得到了主耶稣的保护 我的生命得到了富足 我就来追寻这位主耶稣基督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生活条件或者物质失去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下来 所以在很多的分享当中 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神身上 我们对神的敬拜 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 也不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会堂 看到了某一尊雕刻的偶像 或者是十字架 我们看着就觉得说 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 那同样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神是灵 所以敬拜他的人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 用最真实的心来敬拜神 因为当时灵 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 可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为我们做见证 我们知道主耶稣随时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 用真理 用神的话语 用圣经里面的话语 告诉我们该如何来追随这位主耶稣基督 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随时随地都知道 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24章 24章21节之后 他们还是不断地在讲 21节22节我们来看到22节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在这里又再一次讲到说 没有看到主耶稣啊 那些妇女做了见证说 主耶稣复活了 然后彼得跟几位门徒也去看了 正如同妇女所讲的一样 但是没有看见她 所以他们的信仰一直停留在说 我一定要看见 主啊你一定要给我证据 当我向你祈求的时候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求 我才知道真的有你的存在 难道我们的信仰会是这个样子吗 那如果从多玛的故事来看 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的20章 约翰福音20章我们从26节来看 20章24节我们从24节开始看起 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 第一图马的多玛 一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26节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手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28节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29节耶稣对他说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多玛的故事 当主耶稣复活 向门徒显现 后来再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我不相信 我一定要亲自看到 我要去摸主耶稣的手 我要把手指探入到他肋旁里面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冰钉用枪扎了他的肋旁 他说我一定要摸到 我一定要看到 我才相信主耶稣真的复活了 后来主耶稣就显现给他看 跟他说 伸过你的手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主耶稣告诉他说 不要怀疑总要信 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 不要怀疑总要信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感受不到神 祷告就对了 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祷告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会觉得触摸不到神 读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主耶稣的证据 主耶稣的证明 所以二十八节 独马说到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可是主耶稣跟他说 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 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 有福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曾经看过神吗 我们也都没有看过神 但是就如同主耶稣讲到的 我们没有看过他 但是我们只要愿意相信 我们就有福气 这样子的福气 是从主耶稣来的 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 总要信 不要疑惑 这一份信仰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真真实实站在我们面前的 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他的灵总是与我们同在 当这两个门徒 往伊玛五十走的时候 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主耶稣总是跟在他们旁边 可是他们居然认不出主耶稣 因为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观念 觉得说我一定要看到 我一定要摸到 主耶稣站在我面前 我才真正相信说 原来主耶稣真的在 而且他们认为 主耶稣只是一个先子而已 他们不把主耶稣看作是 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 他们的信仰一直保留在 肉体上面 我要看到 我要摸到 那我们的信仰 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今天一定要得到 主耶稣的祝福 一定要得到主耶稣的平安 我们才会觉得说 主啊 你是真的与我同在的 你是真的神 那如果我们的信仰 只是建立在物质上面的平安 那其实跟多玛 也是一样非常的可惜 因为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对他总是要有信心 不要怀疑 我们再来看到一样 回到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我们来看到二十五节 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心 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纵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当他们讲完了之后 主耶稣静静地听他们说 主耶稣没有打断他们 用非常温柔的态度 听他们讲完 即使他们不认识主耶稣 即使主耶稣就在他们旁边 主耶稣也是让他们讲完 那很多时候 我们向主耶稣的抱怨 我们向主耶稣的祈求 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 主耶稣不会马上给我们答案 主耶稣不会立即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总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边 他总是耐心地陪着我们 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担心 把我们所有的恐惧 都讲完了之后 主耶稣就告诉两个门徒说 无知的人啊 我们的信心 是跟他们一样如此的迟钝 难道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我们心里都不知道吗 我们没有听到吗 这么多人在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见证主耶稣是带领他们 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当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都说我们要举起祷告的手 来帮弟兄姐妹祷告 事后弟兄姐妹也乐于为主耶稣见证说 当我在苦难当中 祂是如何带领我们的 难道这些见证 难道这些福音 我们都没有听到 我们都没有看到吗 可是当我们真的遇到了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 主啊 你在哪里 你真的与我同在吗 所以主耶稣就跟这两个门徒说 无知的人 听了那么多的道理 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感觉不到主耶稣 我们总觉得主耶稣 好像不跟我们同在 可是原来他一直跟我们同在 只是我们的心也瞎了 就如同这两个门徒一样 主耶稣跟他们走在一起 主耶稣的恩典一直在我们身边 可是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只陷在自己的软弱 只陷在自己的痛苦当中 我们不断地哀求说 主啊 你有看到吗 主啊 你知道我很痛苦吗 我们的祷告或许有非常多的我 但是少了主耶稣你 我们少了对主耶稣的感谢 我们少了对主耶稣的赞美 所以我们不断地陷在自己的情境当中 我们当然看不到主耶稣 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 经上所说的 先知所说的 难道我们都忘记了吗 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的蒙恩见证 圣灵又与我们同在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主耶稣 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 他与我们同在吗 所以这时候主耶稣一样 在把在摩西五经和先知书里面 有关于他的见证 有关于他的话语 再一次地讲解给这两个门徒听 要来兼顾他们的信心 再一次地加力量给他们 我们先来看到约翰福音的五章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这内中有永生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圣经就是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借由先知 使徒写下主耶稣 写下神所启示他们的话语 记录在圣经里面 借由查考圣经 借由聚会 读经 听到台上 讲到人员 这样子传讲神的福音 再一次地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 让我们的信心 可以再一次地得到兼顾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4章来看 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4章 我们先来看到三十节 路加福音24章三十节 三十节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柄来注谢了 拨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起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所以当主耶稣在讲解圣经 给他们听的时候 再一次地加添他们力量 再一次地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 加添他们的心力 在三十节我们就看到了 这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心里的阻碍不见了 他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了 他们认出了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一直陪着他们走 时间到了 时机到了 主耶稣加添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的信仰再一次地复兴起来 让他们再一次感受到 原来主耶稣是如何地陪伴着他们 但是主耶稣就不见了 主耶稣陪他们走了这一段路 听他们讲了那么多的话 然后指责他们说 你们的心怎么这么迟钝呢 后来再一次地加添他们力量 加添完了之后 他们看到主耶稣 主耶稣就不见了 那如同我们先的信仰一样 我们也不曾看到主耶稣 但是他不断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的心里知道说 他是真的神 让我们借由圣灵的带领 可以感受到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停留在物质 不能停留在说 我一定要看到 所以当这两个门徒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再一次地坚强起来之后 主耶稣就不见了 因为主耶稣非常确定知道 他们这时候是充满了力量 那主耶稣就不再跟他们同行 在三十二节就讲到说 在路上当主耶稣讲解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是火热的 因为受到主耶稣的激励 受到神的灵的激励 他们的心是火热的 所以三十三节他们就立死起来 再一次地回到耶路撒冷 勇敢地为主耶稣做见证 从哪里离开就从哪里回去 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信仰的中心 虽然这时候他们的信仰软弱了下来 可是主耶稣陪伴着他们走过了信仰的低潮 当他们的信仰再次复兴的时候 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勇敢地再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受到了主耶稣的激励 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事事一样也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的信仰不能一直停留在看见 不能停留在说物质上面的满足 我才愿意去持守这份信仰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心思意念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战 不要觉得说我们感觉不到神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战 也不要觉得说主耶稣不会与我们同战 因为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有如此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知道原来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我们身旁 即使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 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在低潮当中 我们可能会离开耶路撒冷 会往以马五世去 但是在这一段路程当中 主耶稣依然会陪着我们 只是重点是 当我们再次信仰得到了力量之后 不要忘记要回到耶路撒冷来 要把我们的信仰再次的火热起来 要勇敢的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最后我们再来看到腓利比书的四章九节 腓利比书四章九节 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是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听到的 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要把它行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有行为 而不是只是去听而已 当我们听到了之后 我们要把它醒出来 这样子才能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生命当中 彰显主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 是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 愿主耶稣基督能够学识 看过我们的信仰 如同在以马古诗的故事里面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 但是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 知道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 必与我们同心 今天上午小弟的分享就到这边